好 回到第二節 我們今天很高興 邀請到France和我們做嘉賓 France是牛津大學政治系的博士醫生 上一節我們講Thomas Legault 我們講究竟公眾人物 無論是政治也好 或是藝人也好 我們究竟有沒有權 掃掘有沒有權知道他的資隱 或者我們要講 我們要全身體如何 甚至我們要怎樣尊重他們 然後回到陳家衛的這個 趙記事件 也可以引申另一個問題 剛才我們講了私隱問題 現在可以講一下那個活動 除了訪談之內 是一流一的嫖妓 應該怎樣理解這件事 現在是嫖妓的話 我想可以從幾方面去講 我們說嫖客的 或者客人工作者 跟本身的所謂 會不會有些操控賣人集團 甚至可以有些人 會從一個社會經濟發展的程度去講 如果說簡單 起碼有賣賣相關 我覺得… 他們是一個服務業 對… 有些人甚至會會議會 會否我們前瞻的話 可以看他成為一個服務行業 可能是產業化 即他的意思是… 其實他可以做… 例如我們說 賣人是人 人不是多的意思 人者是多人 就像我們說 你有些多餘的東西 你就要去找這些小者 其實我覺得有一件事 社會有些人士未必會太深究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對這些有興趣就是消費一些講法 甚至自己消費 什麼都好 但是想深一層 會不會有些事情不一定過多 你想想 可能有些夫妻的生活不一定有意義的 如果20年來都不有意義 那是否真的一年運一次 是否真的這麼錯呢 如果重擺那方面去講 如果這樣看 人字就未必可以當真稱為一個人字 可能是一種自動性質的平衡心 如果是這樣的話 挺有趣 因為 例如我們說 婚姻 主流的 然後就分愛情 我自己一想出來 就會有這樣的gradation 然後才是賣人的 那如果你覺得 如果這樣是治療的 那我可能賣人也是一下而已 那你覺得 如果你是有國際三社的 有情感想要付出 是否其實比照記更差 我想有些情況是會比照記更差 但是我當然不是說claim 所有行為都會自行 有些人是當作一個上座瑜伽 有些人甚至可能是 我現在不想說是否一定不同的特色 可能透過這方面 發洩人生的不免 有些說有強姦案的地方 如果你有人業 可能有強姦和非 數字會下降 是 而另一方面 我們都知道其實 這個色情的行業 時不時都會涉及一些暴力 有些男人可能藉詞是 不是書法 就是發洩生活的不免 在這樣的情況 我們未必叫這些做自療性 或者不是好好的事 但是如果我講到會不會 有些情況是 好像是出賣了對方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為什麼人會認為叫長腳 不忠 甚至是我們剛剛說的 這個色情的事 或者叫做槍技這個行業 這麼大的問題 但是我想說一件事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考慮 就是說 其實人是否一些東西 完全可以被揭露 會不會其實 如果一個男人 你當他一個女人 好 找男的也好 男女也好 不是說只是男人的女人 會不會如果他 他其實盡忠職守 對子女也好 對父母也好 其實沒什麼不好 但是他真的 如果有些地方 譬如他胃口很大的 即是他太太或先生 真的滿足我們 胃口大 我們一般來說 不會叫做一個罪過 還有一個人 如果一人吃三樣的份量 我認為他真的是天生 如果他不是胃口 或者他真的 性生活不協調 或者他的生活 真的有些地方 相當膚躁 他做少少這些事情 其實是否真的 完全不能原諒呢 我這個時候 我想起 羅素說的一樣 很有趣 他有說過 羅素在他的自傳 也挺有名的 自傳說 人有一件事 就是 會守自己的秘密 不是說什麼 都可以告訴別人 Nabel也有說 羅素說 如果人可以獨通對方的心思 最快沒有了那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友誼 除了友誼的愛情 很多事情 可能真的會煙燒雲散 但是 會不會其實我們覺得 就算我們知道人的複雜性 其實會不會容許人 有一些所謂 不是比公眾那麼容易接受的東西 不一定對社會是太壞呢 我覺得可能是這樣 大家如果看過彭奧祥 有一個《春夏吉記》 這個故事也很有趣 其實他想說的話就是 你不要期望男人這什麼 即是期望的意思是 如果你是一個女人 以為不好的男人 你就要殺盡 其實這種想法 反而可能是 不一定那麼成熟 原來是這樣 在那邊 他有一個解讀 當然你也知道藝術作品 當然是解讀 但你這個解讀 看起來是相當合理的 因為看過這部電影 都是智慧有這個意思 我以為那個解讀 所以我們應該殺了所有男人 即是他 即是他 即是他在說 我覺得其實他將他 drama 排除之後 其實是顯得女人那種可笑 即是我的理解就是這樣 但是 從你的說法就是 我任業 其實我們都可以 第一個人尊重我們部分 第二就是 可能也有他的需要 但是也有一個說法 也有一個很普遍的說法 就是女性主義者 他們會覺得 這一種是對女性的壓迫 或者是 有些女性 本來是良家女子 這樣淪落封層 而且他做這個職業 即是對他有很多 他要承受這個 可能會有暴力 或者身體上的傷害 或者精神上的傷害 在這方面 賣淫這件事 你有一個問題嗎 即賣淫是一種對女性的壓迫 是的 有人就是 女性主義者 援引 J.S.Mule那個 就是有一個 黑暗的傷害 而這個行業本身是不懂得的 就算是 我們說小姐本身 他們不一定有錯 這個行業本身也有錯 或者平革的黑 本身也有錯 可以這樣看 我覺得 會不會有很多 其實是因為社會不接受它 老實說 大家其實這樣看低性工作者 或者說法例也不保障 甚至大家都可能聽過一些新聞 很多罪犯是專心對警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 譬如你搶 即是你去 即是不賺錢 或者是不賺錢 即是不賺錢 其實去到警局 警方未必會很秉公辦理那些 即是性工作者的一些案件 因為他們都是社會的弱勢 即是不賺錢 即是不賺錢 甚至乎 即是三不五時 每隔幾年都會有一些人 即是針對妓女去殺她們 即是殺妓 這是很大的問題 是的 是的 我只是想提到就是 有些傷害 部份是因為社會不接受這件事 以及缺乏一些法律的保障 我在這裏不是直接要支持這件事 即是我要說清楚這件事 但這件事大家應該要考慮一下 就是不是純粹從那個行業的現狀去看 即是這樣就會缺乏了那些前瞻性 即是雖然我比較接近一個開明一點的觀點 即是跟林應斌是有點相似的 即是他也提到有一個觀點 我認為很有趣 就是剛才提到的女性主義者 會認為是一個反對這個槍擊 譬如Lucifer 我都可以 或者Elizabeth Anderson 他們會說這些觀點 但其實一些新派的女性主義者 都會說 其實我們是反而應該接受這個行業 去打破這個缺口 讓社會人多想一些良性的問題 而一個女性去賣人 不等於她宣稱自己是一個弱者 這個看法也不是說沒有意思 就是一個比較進取的觀點 當然有很多障礙 有理想 大家都知道有理想 又不等於她們達到 但起碼在思考上 我覺得不必是把性工作者 視為一些一定是自今堕落的 必然被傷害的 社會一定會傷害他們的一些工作者 其實這個令我想起另一本書 就是比較新的就是《宗事援交》 那本書裡面也提到很多類似的問題 譬如你剛剛提到 某一種類性主義會將賣人 看成一個被壓迫的行業 甚至乎是整個社會對於女性壓迫的一種表現 例如我們看《宗事援交》的書 我們看到裡面其實有一些訪談 會問一些進行援交的人 無論是男還是女 她很多時候都會提到她們認為 援交 坦白說有時候已經會提供懷勢服務 其實是令她們更加覺得有自主能力 在這個社會裡面 因為她們會說她們在其他行業裡面 其實受的壓迫可能更大 但是在援交的過程裡面 援交又跟普通的一流一又有些不同 因為她們的自主性比較大 她們認為她們可以更加自主自己的生活 經濟比較獨立 亦都是能夠過一個比較理想的生活 譬如這些就可以 我不知道譬如那些傳統的女性主義者 如果我們這樣問 如果有一些人透過賣人 實踐一個更加好的自主的生活 這是一個empowerment 對於那些人來說 如果你說不讓她賣人 可能是一個結果 就是她要做一些她覺得 不是那麼好的工作 或者她會覺得那種生活 其實不是她要的 其實這些情況是怎樣的呢 在這個時候 林應斌相信她們的立場 其實我們就應該讓她們自己選 如果她不是真的傷害了那些什麼人 她就可以透過這個更加自主 並且再進一步 你剛才說過最重要的觀點 就是我們不應該把某些活動 看成是男對女的一個壓制 而是只是一些不同的關係的表現 甚至可以找到一些可能性 令到女性得到更大的自主 即是empower了女性 你剛才說的那個看法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值得去思考 而令應斌諭本身一個開明的看法 一個進取的看法 即是就算從女性主義的觀點 我們也一定看這件事是必然的錯 雖然她也有一些地方說到 有一些地方是值得留意的 而如果用我自己的看法去看 我就會傾向認為 在某些情況下 我認為這件事是對於出賣 不要說出賣的時候 就是售賣自己的身體 做這個行業的人本身 是未必這樣好 即是未必這樣好 但是我不是說 要將它一刀刺壞 全部為之錯 或者全部為之無問題 但有一件事要留意 就是我們要反省一下 一些已經有的觀念 譬如我剛才提到 她一定是被傷害 又或者是令到女性是同為自主 即是剛才Danny說的方面 我也同意 即是有一些人 她的生活環境是很困激的 她是否可以通過這件事 即是譬如說 剛才說的 混交有一個大的彈性 自主的空間有一個大的 即是會不會 譬如說 我們當那個人只不過做一個員 如果她真的 有些人你都知道 其實可能是深受社會壓迫 或者甚至真的要養家 真的有這些人的社會 在這些情況之下 我們其實未必覺得 這件事一定是必然為之錯 即當我自己剛才 即以前和我Danny都談過 即我覺得 有一些地方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會不會有一些情況 又未必那麼好 即譬如說 只不過為了某個手袋 做這個工作 這個工作 我們就算當她 跟其他工作 當她 未必那分別那麼大 但其實 她都會牽涉到一些 不是一些那麼如 不是令到人那麼開心的事 因為她 在那個場合 簡單來說 是床上 即是床上 她的性往往是比較被動 即被動 而且甚至男人有時候 會有些比較侮辱的行為 會做出來 就算我們說 在這個社會打工 有些人 老闆是壓迫人 我們說 你如果可以不做這些行業 可能你都不要做 即我們幾乎現在身邊 每一個人 其實總會有一些朋友 是不上班的 就是說 那個老闆 是欺壓你 是卑鄙小人的 即整個行業是訂貸的 即其實 色情行業都會有這個問題 但如果大家想深一層 其實老實說 其他行業都會有一些類似的問題 就算不是完全一樣的問題 有兩點想回應 第一件事 就是 剛才說 我們可能都要面對這個現實 就是做幾類的人 他們可能會有多些情況 有暴力 或者會被踢處 一些比較邊緣的位置 如果我們保護它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就是立法、管制 或者立即和收利的行動 這樣一走這一步 那些人就會覺得 因為你是法律 有時候是法律性 挺有趣的東西 因為法律有時候 可以是沒有道德的 可能是 例如你停車 收街拍車 那些負款 這些就不會有一個 牽涉到道德上的評判 但是 很多時候 同時在法律上 就會覺得 你是做錯的 或者如果你 立即和寄權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覺得 例如是保護它 而你是 將這件事 納入了社會 倫理上的常規 亦都好像 這個東西 都不只是妓女 例如以前家暴條例 因為它將同性戀者 那個關係 想定為家庭的分子 這樣都搞到 一大半 其實它用語音 不是這樣 它是說 因為它只適合家居和家庭暴力 是的 它的斟酌就是 在家裡 如果是同性關係之間 有暴力 我們都應該 用了這條法例去保護它們 這個時候 有些保守的團隊說 如果你可以這樣用的話 那你是不是承認 這些人是家庭關係呢 是的 它要斟酌的 不是那一塊內容 它不是說 我們不保護這些同性關係 它說 你不可以把那個名字 改成家庭 因為這樣就不是家庭 因為同性不是家庭 如果你這樣立 你就是容許同性戀 變成家庭 這個問題就是這個 是的 所以一說 用法例去 例如開放技權 或者法律上有管制 現在我們就是 不管那麼多 就是 採取一個比較逃避的姿態 但是你一開始 立法的時候 會面對很多這種 比較 我們所謂保守的使力 上面的壓力 然後就會衝擊家庭的能力 衝擊我們社會上的 人生上的關係 這件事情 第二件事就是 剛才說起 你一邊說 你可以先說一下 我可以回答你 這個是很合理的 其實 一個社會裡面 立法做一些事情 是在事實上 往往給了一些信息給別人 例如某些東西 在道德上 是被容許 被容許可以接受 有些是有問題的 通常人們不會分得那麼清楚 它是合法 但是是否要道德 我們未必想太多 所以我們如果 固存這個社會效果 有時候可能 我想應該 應該要考慮到 具體一個 法例實施之後的效果 這是一定的考慮 但是有一些地方 我們可以留意的 首先就是 所謂 非刑事化 或者我們認為社會層次 都不應該有什麼責備 又不等於全開放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法例 可以有很多事情做 譬如說 某一些東西是有規範化 但某一類形式 它又不接受 又或者它那種是合法化 它又是有一些東西 它不會提供 老實說 可能它未必做到 甚至搞笑 做低公司 它不會日日 其實它是 無形之中 它也是有意去 保留少許的區別 就是這個行業和區別 所以就算是說 合法化 或者非刑事化等等 其實都有多過一種做法 對 法例是怎樣寫 另外一件事 我想大家都會同意 就是其實 很根本的問題 應該要有一些成熟的 和比較廣泛的討論 在香港這方面 很多時候 對於倫敵問題 包括同性戀 那些事情 好像大家少說過 香港在這方面 我自己覺得 老實說 比較落後的事情 因為有一些事情 就算在短期之內 如果真的合法化 或者做一些事情 是會所謂衝擊 某些社會的核心壓力 但這個其實不一定 完全沒有道理 就算剛才說的 家媒團在那裡 因為如果在事實上 真的衝擊了一些重要的價值 那可能在短期之內 最少在短期之內 都不應該做某些事情 譬如或者可能是 色情事業 我們就算知道 當它沒有問題 可能我們不應該是 明年就立法 可能我們要有一些 steps 做 但是在這些事之前 一定要有相當的討論 就不是說我們完全 將它雙手 給了立法會 或者給一些 香港的東英下 立法就盡力 細部機制都說要討論 這些應該有些 成熟一點的討論 對社會是好 如果要有一些進步 第一步 就起碼要有一個 成熟一點的討論 所以我剛才也提到 如果社會多些 例如說 林彥彬這一類書籍 香港多些 能寫的東西 我們相信也是行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很高興 又請到France 和我們做嘉賓 多謝 我們希望之後 可以繼續和大家 搞一下牛津放書格 希望下次又請到 另一位牛津 大家都放書格 大家一起放書格 看到這些書 就學多些東西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 拜拜